HELLO,大家好,我是調查員麗春 一直都說人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睡眠中度過 也就是說你生存到75歲就有25年的時間在睡眠中度過 聽起來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睡覺 既然奢侈,大家對於睡眠的質量都要求非常之高 例如這個皮單、皮套、枕頭等等都要求非常之高 但是一直有傳言,最近就說這個枕頭就成為了睡覺當中 這個成為我們身體最大問題產生的誘發的最大因素 睡覺用的枕頭,平時可能不會引起太大的關注 但是最近有傳言就說,有研究人員發現 枕頭不清洗,滿蟲和細菌滋生非常嚴重 這數百萬的細菌就藏在我們每天接觸的枕頭裡面 它可以誘發不同疾病的發生 而枕頭當中的一種叫做曲霉菌 是最常見的致病真菌 我們人的一生離不開睡眠,睡眠離不開這個枕頭 所以如果枕頭不清洗,是不是真的有很多細菌和滿蟲呢 還有對我們身體的影響有多大呢 我們今天展開調查 傳言就說,枕頭之所以會導致一系列的疾病 是因為曲霉菌當中的細菌 那麼這個曲霉菌究竟是什麼呢? 調查員就有這個問題,查了相關的資料 在網站上面我搜索到相關的有關曲霉菌的解釋 上面就說曲霉菌屬私狀的真菌 是一種常見的條件致病性的真菌 引起人類疾病常見的有煙曲霉菌和黃曲霉菌 而這個曲霉菌就廣佈自然界存在保養 空氣和植物野生和家禽動物和飛鳥的皮膜上面 亦都常見於農田、馬童和牛欄以及谷倉等等的地方 亦都可寄生於正常人的皮膚和上呼吸度裏面 為條件致病菌 一般正常人對曲霉菌有一定的抵抗力 不引起疾病,曲霉菌病大多數都是計發性的 當人體的抵抗力降低的時候 病原菌就會經過皮膚黏膜損傷處或者吸入呼吸度 進而進入到血液循環到其他組織或者器官而致病 那麼它具體會對我們人有甚麼影響呢? 經過我在網上搜索相關資料可以看到 曲霉菌是非常容易誘發疾病的 例如可以侵犯脂氣管、肺部 以及都侵犯我們的鼻痘外移動眼和皮膚 又或者經這個血行播散至全身的各器官 其實致病菌主要經過呼吸度心如侵犯肺部 如果枕頭長時間不洗 那就很有可能是這一種菌 那麼我們的街坊 他們會不會經常洗這個枕心呢? 枕頭那個枕心的話 你多久洗一次的呢? 沒有這個習慣吧 都是洗表面的 枕頭怎麼曬呀? 枕心起碼一個月或半個月都要曬一次 有太陽的話 大概就看天氣咯 一般都是一個星期都要洗一次 如果說要清洗它 你知道怎麼清洗嗎? 不知道 曝曬嗎? 半年多就不容易 起碼我們就是陽光洗 曬太陽 乾洗 從這次接受採訪的街坊口中 我們得知平時大家都會定期清洗皮蛋和枕頭套 並且會晾曬那些皮 我稍後會上去問街坊 借個枕頭刷一洗 事不宜遲 立刻走吧 你好 我是廣東電視台生活調查團 我們今天來就是想以舊換身 拿舊枕頭 給你一個新枕頭 即是我的舊枕頭? 是的 你等等 好 來來來 這個就是我的舊枕頭 謝謝 這個枕頭用了多久? 這個枕頭用了兩三年 兩三年? 是的 好 我們拿去檢測吧 好 麻煩你 好 現在擺在面前就有三個枕頭 一號枕頭就是新買 二號枕頭就是用了一個月 而三號枕頭就是用了兩年 接來要做些什麼 就會拆開它 然後看看面心 枕頭的枕心 這個表面 到底是怎樣 看到一號 這個已經是枕心 完整無形 很新正 大家看到因為新買回來 完全沒有用過的痕跡 還有沒有口水差 還有寒痕中 好 看看一個月 這個我們由街坊家 就拿回來借回來 看看一個月的感覺又如何 來 如果一個月用了的話 非常乾淨 還有跟這個新的對比 就是有一點黃了一點 還有看到其實這個位置 就是有磨擦過的痕跡 因為大家在轉身 轉頭的時候 應該在枕頭上都會磨擦到這個 枕心的表面 從這個顏色和整個質地來說 就差不多 都像近日一個月的 沒有太大出入 好 看看三號枕頭 嘩 三號枕頭 一打開 嘩 嘩 大家看到了 拆開了三號枕頭 之後 真的不用說 也不用太多說 用眼睛就要看到 你看看 那些痕跡 不知道是口水痕 還是一段痕跡 我通常都是口水痕 看來那個人的水平質 都不錯 口水 跟二號的對比 真的 沒得比 跟一號對比 簡直不用比 這個簡直是完成 因為它是新的 好 接著我們會把這三個枕頭 送到檢測中心 檢測細菌的菌 總數據 到底是多少 調查完三兩下手勢 就把三個枕心取養 在一日編號標註好之後 就送到專業的檢測機構 檢測他們的細菌數量 檢測完取養之後 就說需要培養細菌24小時 才可以得到結果 在等待細菌結果的這段時間 我們將三個樣品送到昆蟲研究所 看看枕心的滿蟲存活的情況 專家是反覆查看樣品外表 甚至查看枕心取裡面的田中物 都沒有發現滿蟲或者滿蟲的棕跡 那是不是可以說 枕心是不會有滿蟲的呢 滿蟲呢 滿蟲呢 多的情況下 我們是能夠看到它 在上面爬行 通過這次採訪 我們得知 滿蟲通常分為 塵滿、粉滿、隔滿、釀滿等幾大類 其中塵滿的分泊最廣 影響最大 而滿蟲的屍體 分泌物和排斥物都是過蟻軟 會令到人出現過蟻性皮炎 酵喘病、窒氣管炎 腎炎、過蟻性鼻炎等等疾病 嚴重危害人體健康 而這次送檢枕心 之所以沒有發現滿蟲 全靠枕心外面的枕頭套 由於滿蟲的個體 大概在0.5毫米左右 它既不可以從布料之間的 垃圾穿角 又不會咬破枕頭套 所以只要我們有使用枕頭套 或者枕筋的良好習慣 就無需擔心枕心有滿蟲 專家還說這種高溫高濕的天氣 非常適合滿蟲的滋生 由於我們睡覺 就不是直接睡這個枕心 而是用枕頭套和枕筋 鋪在上面就睡覺 所以通常滿蟲都會滋生 在枕頭套和枕筋上面 只要勤力一點 它會清洗和曝曬 就可以起到除满的效果 先前送檢的三個枕心 樣本的細菌 經過24小時的培養 結果已經出來了 新買的枕心 每刻的填充物的菌落總數 是0CFU 上了一個月的枕心 每刻的填充物的菌落總數 是600CFU 而上了兩年的枕心 每刻的填充物的菌落總數 竟然高達2800CFU 也就是說 平時一個1.45千克的枕心 在使用一個月之後 就已經有87萬個菌落 那麼這些細菌 究竟從哪裡來的呢 一般人的頭髮裡面 就會有很多細菌 大概的數量 就是幾萬到幾十萬枝 那麼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頭髮上面的一些灰塵和細菌 都會貼在這個枕筋 或者是枕頭筒上面 那無論我們睡覺的方式 是養和有好 還是測和都好 都會把枕頭上面的灰塵和細菌 吸入我們的口鼻 會直接去到我們的健康 另外呢 在睡覺的時候 我們不留意 流出的一些口水 所以汗液和一些分泌物 都會滲透到枕頭裡面 從而滋生了大量的細菌 會引起皮膚過敏 和身體上的一些疾病 大部分人都認為 枕套足夠可以保護枕心 按照按時清洗 就可以確保枕頭的乾淨衛生 其實這個是一個非常錯誤的觀念 因為僅僅靠清洗外表的枕筋和枕套 治標不治本 枕心裡面的污垢是不可以去除的 有些枕頭外表乾乾淨淨 枕心的一些菌糧 例如我們前面所說的曲梅菌 就會利用汗液污漬滋生的繁症 幫一些疾病提供傳播途徑 究竟曲梅菌的枕頭 會給我們造成多大的影響 如果說你的枕頭真的有曲梅菌的話 我們在睡覺的時候 就很有可能通過呼吸 將曲梅菌吸到體內 如果在降敏體質的人 他吸入曲梅菌的話 就非常之有可能引起 降敏性避炎 肢氣管酵症 肢氣管炎 和變性肺曲梅菌病 就算不是降敏體質的人 他吸入曲梅菌 都非常之有可能患上肺曲梅病 曲梅菌的話 還可以經過皮膚的黏膜損傷的地方 或者吸入呼吸道的時候 進入我們的血液循環 然後會隨著血液循環 到其他的組織或者器官 而令到他們治病 例如血管炎 全身性曲梅菌病 甚至引起腦膜炎 調查到這裡我們知道 枕心不清洗 滿蟲和細菌滋生嚴重的這條傳言 關於滿蟲的這個部分 是分情況而言的 如果你又在枕心外 吐有枕頭套或者枕根 枕心是不會有滿蟲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在沒有使用枕頭套 或者枕根的習慣 你的枕心就有可能有滿蟲 而長時間不清洗 枕心真的有不少的細菌 也對我們的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影響 那麼現在市面上面的枕心多種多樣 是不是所有的枕心都會令到細菌瘋狂滋生呢? 根據我們的調查 在這個市面上面再受的棉心 分別有這個蕎麥皮 缺明子和蓬鬆棉 乳蓉 茶葉梗 乳膠等等這些是棉心的 但通常大家最常用的就是 分別有缺明子和蓬鬆棉的這個枕心 那麼既然枕心有這麼多種 那麼會不會使用其中一種 枕心會比較不容易髒呢? 如果是這樣的話 就可以減少清晰的次數 避免不少的麻煩 好了 我現在面前就擺著這個決明子 茶葉梗 和蓬鬆棉 再加上這個化纖 這四樣東西 都在市面上面的枕頭裡 取出來的樣品 稍後我們將這四樣東西 拿到這個檢測中心做一個實驗 好了 這個時間我就先把它放進箱裡 然後送去檢測 我們這次的實驗是通過對比不同的枕心 滋生細菌的速度 看看究竟哪種枕心是最不容易滋生細菌 那麼我們就可以根據這次的檢測結果 合理地安排清潔枕心的評論 調查員從四種填充物當中 取出等量樣品放入無菌三角瓶裡 同時分別向內注入等量的滅菌生理鹽水 令到所有的樣品較為接近無菌狀態 將樣品分別放入 將有等量的細菌混合液的培養皿裡 同樣也需要培養24小時 實驗結果終於出來了 每刻茶葉梗的菌落總數是64CFU 每刻缺明子的菌落總數是93CFU 每刻蓬鬆棉的菌落總數是37CFU 每刻化纖的菌落總數是35CFU 從這次結果來看 缺明子的細菌增長速度是最快的 而化纖和蓬鬆棉的細菌增長速度相對慢一點 為何會是這樣的呢? 我們還是一起來請教專家 其實這個枕心的細菌增長速度 是和它那個填充物的梳物有關的 如果它裡面的填充物越密集的話 透氣性就會越差 那就容易生菌了 因為這個缺明子 它的分寶是會比較平均和密集的 所以它本身的透氣性相對來說是比較差的 細菌聚集起來都會相對快 這個蓬鬆棉或者化纖這類的填充物的話 它本身就比較蓬鬆 它是很大一塊的 透氣性就會比較良好 所以就不會那麼容易滋生細菌 原來只要枕頭的填充物透氣性好些 細菌就不會滋生得那麼快 而據我們所知 透氣性最好的是羽絨枕頭 而蓬鬆棉或者化纖 也有比較良好的透氣性 不過好像缺明子或者蕎麥片 這一類的填充物的透氣性就比較差 所以大家以後要清潔枕枕的次數 可以根據枕枕的填充物 適當減少或者增加 從上面的調查結果顯示 枕頭的填充物是直接養乾到細菌的數量 從剛才的街坊可以得知 其實它們都會每隔一段時間 都會用這個枕頭在太陽底拿出來曬一曬 不知道這個方法有沒有起到去除細菌的作用 我們今天來做個實驗去驗證一下 很多人都說這個曬枕頭可以令細菌去除 我們接下來做這個實驗就是 用這個枕頭把它曬一曬 看看細菌有沒有去除 當然在曬枕前我們要取養然後對比 這個時間我們先取養這個枕頭裡面的枕心 然後我們會放在這個膠袋裡面 作為一個參照的樣品 OK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拿到這個太陽底 就曬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之後我們再抽養 然後拿去送檢 調查完在曬之前也檢測到枕心的溫度 大概是30度左右 在將枕心放置在太陽之下曬五個小時之後 枕心的溫度已經去到40度了 好 經過五個小時曬曬之後 你看到已經是大汗及小汗了 看到枕頭應該已經曬到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我們現在取出來然後再取到內送檢 究竟這樣令到枕心曝曬可否有效殺菌呢 為了實驗的嚴謹和科學 調查完將曬之後的枕心取養兩個洋品 曬後枕心洋品A是比較表層的枕心填充物 曬後枕心洋品邊是比較淚層的填充物 我們將曬前曬後三個洋品送檢 看看細菌數量有怎樣的變化 好 手上已經拿著曬之前的這個樣本 曬後五個小時之後的樣本 和曬後五個小時後的裡面 最入面的枕心的這個樣本 我們接下來就拿去送檢了 經過檢測 發現曬後的枕心樣品A檢測含量有明顯的減少 原來在太陽底下曬曬也有一定的作用感 但曬後的枕心樣品B的細菌數量也只能輕微減少 但並不明顯 其實枕心裡面的填充物會比較多 我們在使用枕頭一段時間之後 枕頭會變實了 即是說它裡面的填充物會變得比較密集 導致它的透氣性不太好 這個時候我們沒有辦法通過陽光的曝曬 而起到充分的殺菌作用 尤其是枕頭心裡面中間的位置 如果曬曬那天的氣溫不是太夠高 或者曬曬的時間會相對來說是短了的話 中間的細菌就不會有效減少 所以都是建議大家定期去清洗這個枕心的話 就會比較適合 在之前的街坊當中 我們都發現很多街坊都有同一個問題 就是不太懂得清洗這個枕心 最多一個動作大家都懂 直接掉了它 將這個枕心 但是我們就發現 其實這個枕心如果換得過於頻繁 都不是好事 但是問題就來了 我們應該怎樣去清洗這個枕心呢 究竟不同的枕心要怎樣清洗呢 我們在採訪專家的同設 亦都資訊了不少枕心的清洗方法 接著來就讓我們一一學習一下 對 我就知道現在枕頭有很多種 而大家比較常用的就是這個 蓬鬆棉和化纖枕頭 這種枕頭我就知道它比較便宜 所以就有很多人在用 對 不過正常我一分錢一分貨 這種枕頭用得久 其實是很容易結塊變形 會變得很鬆 其實長久這樣睡 其實到頸座時都不太好 那我們應該怎樣洗這個枕頭呢 對 其實要清洗這個蓬鬆棉或者化纖枕心 是很簡單的 只要放入洗衣機上面 用一塊大的毛巾將枕頭包轉 就可以均衡洗衣機的水流 防止枕心變形 清洗時要選用溫和的洗滴劑 所以要注意的是 這一類的枕心要多漂洗幾次 充分地洗淨裡面的洗滴影 直到水變清澈為止 在洗完之後 要儘快控肝或者蜂肝 有助於枕頭恢復彈性 變得柔軟控鬆 而除了勤清洗 這一類的枕心 每年至少要更換一次減 現在很多人為了追求高質量的睡眠 他們可能會選擇你的羽絨枕 對 很難熟 對 這種枕頭 看到羽絨兩個字 大家就知道是比較貴的 對 但這種枕頭 它比較嬌氣 對 就像我們平時穿的羽絨一樣 洗它上來也很麻煩 那洗這種枕頭 又會不會很難呢 工作人員說得真是沒錯 羽絨真是很嬌氣的 如果清洗不得當 反而會令到枕心結斷 所以羽絨枕心不適宜 其實清洗羽絨枕心也並不困難 在水洗的時候 先將枕心放入冷水中 浸泡20分鐘 然後再放入30攝氏度的溫水中 再加入中性洗滴劑浸泡15分鐘 再用軟毛刷輕輕擦洗 洗羽絨枕心的時候 還有一個小秘犬 就是清洗的時候 在水中放入4-5湯匙的白粗 這樣可以中和羽絨枕心中 殘存的簡性洗滴液成分 以減少對羽絨的損害 洗好之後 用雙手將水分擠出 在陰涼撕乾之後 輕輕拍打枕心 就可以令到羽絨恢復蓬鬆柔軟 雖然說這個有保健的作用 但它裡面是散的 那要怎樣洗呢 這一類有保健效果的釀物枕心 如果水洗 不單會影響保健效果 還會極易發滿 所以這一類的枕心是不需要水洗的 而這一類枕心會使用時間長了 會產生一些碎屑和粉塵 容易引發過敏等等 因此如果我們清洗這一類的枕心 可以將蕎蜜皮、茶葉或者缺明紙等 倒出來 清除了碎屑之後 平單開來放在陽光之下 曝光就可以了 看到這裡 我相信大家已經學會了 如何正確清洗這個枕心的方法 專家還說通常這些煤菌 滋生的週期就是兩週 如果你不想煤菌在枕頭上安居的話 就最好兩週曝光一次 一個月清洗一次 這樣就可以更加健康 和獲得更好的睡眠質量了 通過本期節目的調查 我們可以知道 枕心長時間不清洗 會滋生大量的細菌 而其中的固煤菌 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嚴重的影響 不同類型的枕心細菌增長速度也不一樣 在這裡生活調查團便建議大家 購買透氣性好一點的枕心 現在套上枕心 並不可以有效地去除細菌 所以我們還要每月一個月清洗枕心一次 需要注意看不同的枕心 亦都有不同的清洗方法 總而言之 只要你正確保養這個枕頭 才可以有一個舒適和更高質量的睡眠 才可以做到這個安枕無憂 好了,我們今期節目時間就到這裡 如果你想獲得生活上 一些更多的小知識和資訊 大家可以關注微信公眾平台 生活調查團 好,我們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